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一直说 你的孤单没有恐惧 可我却一次次地看到 你站在谎言猜忌和委屈的漩涡里 安静地给自己加油打气 就像你真的有在阳光下试图轻轻触碰我 我也翻进了世间所有关于女骑士的童话 只要变了王子可能会为他敞开的那座孤独城堡的大门 梦醒之际 你是否愿意相信我 让我的爱 带着我不逃离 然后看到阳光下试图轻轻地 M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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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说要加强一下干扰器的强度吗 要不然时间也不用这么紧张 你是在责怪我吗 李查德 人家可是著名科技公司的老板 家里都是高精尖的安保设备 我能抢出这两分钟 已经是我作为科学家的极限数值了 好吗 我们连电费都快交不上了 这还搭一个飞行器 不舍哪儿得呀 这事办成了我 送你一辆私人飞机 你就吹吧 你好 陆总 我是阿尔法智能机器人小组的组长 附杨 很高兴为你介绍 由阿尔法小组 用最新科技打造出的智能机器人 星期五 它拥有足以震惊世界的知识存储系统 以及相匹配的即时调动系统 不仅如此 它还能够提前计算动态物体的运行规律 再打造 用最新打造的β技术作为支撑 可以说星期五在思想上和行动上 已经与现实的人类 没有任何的区别 陆总 我诚挚了邀请你和星期五见上一面 我相信他一定能够为你带来惊喜 和商机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请联系我 125555 4188 1255 1 2 2 2 3 2 2 3 3 5 5 0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别插队 行吗 我警告你不要多管闲事 这闲事我就管了 怎么着 行 我记住 最好是 陆总 U盘你的内容是真的 这么说 星期五也是真实存在的 按照逻辑推断 是的 如果傅杨手中真的握有那么超前的人工智能技术 那么国内互联网科技界也将迎来一次大的洗牌 绝对不能让他和除了我之外的任何人合作 需要帮您约复养吗 不用 我自己来 记住 这件事情绝对保密 尤其不能让李静城 李战父子知道 明白 明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人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群集No Nova 他们专材杨茜茜茜茜 夜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洛森先生吗 站住 我不是下令要清场吗 怎么还有人在场 我看起来像人吗 我是说 如果我看起来越像人 就证明越成功 我是富阳博士带领的阿尔法团队 制造的类人型机器人 星期五 你 就是那个星期五 没错 博士说不会让人失望的 演得不错 不过 你真以为我是傻子 连任何机器人都分不清吗 你在干什么 陆先生 我们下期见了 在镬头上的身材 而是野人行兵物体的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 慢慢一年 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了 此期见了 一天 真的是机器人 说说吧 那谁 干吗 先寄我的资料 往那儿 回去吧 很长一段时间 阿尔法团队致力于研究 给予生物工程的 机器人神经网络层 以此为基础开发出的 第一代 第二代 星期五 虽然具备了联想能力 但依然陷入了一个 世界性的难题 那就是机器人 读不懂人类的情感 直到今年 第一个能够读懂人类情感 进行深度学习的机器人诞生了 他 就是 第三代星期五 第三代星期五 突破性的使用了 HSSE 神经网络系统 这个系统 也是我们阿尔法的核心 独家专利 你们这儿的灯 是声控的吗 你们这儿的灯 是声控的吗 我们撑死宗 收付款百分之八十 合同签订二十四小时之内付款 逾期赔款百分之三百 你们是缺钱交电费吗 听说你是科学界的骗子 我也听说 你是互联网界的流氓 星期五的神经网络层 是由一个个神经元相讨而成 即使是试用版这么大的运算量 那么人工费不便宜 他说谎了 星期五精英 星期五 你能看出来他说谎吗 如果还想签合同的话 就让星期五回答我的问题 你能看出来 星期五 解除静音 好的 博士刚刚在说完话后的零点四秒 下意识做了摸鼻子的这个动作 鉴于博士目前没有发烧和感冒的症状 基于心理学皮奥基诺效应 他说谎了 那你会说谎吗 机器人跟人最大的区别就是 人会说谎 机器人不会说谎 我会永远忠于我的主人 他能读懂多少种人类的情绪 星期五的功勤能力 已经超越了市面上 所有的人工智能产品 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 进行深度学习 才能比你更懂你自己 没问题 预付款会在试用结束之后打给你 附加条件就是 项目绝对保密 另外 你们还得搬到我提供的实验室工作 明天开始我要试用星期五 试用不通过 合同结束 司密说 你把庄园那边的独立房子收拾出来 明天一早 有人要搬进去 从五千万改成一亿 是谁允许你这么做的 本来吧 我是 干得好 水差了 拿酒 愣着干什么呀 啤酒拿出来 大家放弃大好前途 等我回恶爱和受冻 这些年我一直都紧 还好 现在星期五够正气 来了 来 打手 给他 准备 拍手 接着 谢谢 教授 印度那边已经没有星期五使用的电池锁锁了 打晕呢 美国那边也没有 日本那边还有一个 但是 海外原因要后天才能到 我们好像明天就要去把星期五送去测试了吧 喂 陆总 说 是否可以 再还两天测试 怎么 博士要反悔 不是 是 我的时间都是按分钟计算的 说好了明天要测试 明天我就一定要见到星期五 任何形式的差错都要按违约来处理 非加非诚 明天上哪儿去给他找一个星期五送过去 星期五脑袋还好用 但四肢是真的不行吗 都怪我 我还有一个办法 周旁 门可少凯之风 谢谢啊 得丹 这 刚才下面那边呢 对啊 这也是 你把他抓得很好 啊 你把他抓得很好 哎呀 RMU预设计能较多轻敌 设计之前的产品形态 进行了不定复习的突破 有关认识推测 比较的过程序在东西 带领RMU科技 则向更加重复的未来 喂 你好 东西顺利买到了吗 还有我杨老板拿不到的货帮 准备好你的钱和五星好片等我吧 二十分钟之后约定的地点接 不要迟到 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能 喂 喂 有钱你就可以没礼貌吗 喂 喂喂喂喂 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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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约这么奇怪的地方 放后座 这是啥 DG富人 很特别吗 不是 大哥 你得把钱放我手上 我才能把货给你啊 手笔款我已经付过了 等货物确认无误之后 回款我会付给你 行行 那你快当面看清楚 然后把胃款给我 大哥 你要是真喜欢你回家慢慢摸 那钱给我我排了一宿 我特别困 我回去睡个觉 货物有破损 我不能给你结尾款 破损 这凹进去了 没看见吗 拿来 我看看 不可以 谁知道你会不会再次破坏它 不是 我说 怎么在我这儿好好的 到你那儿就有破损呢 你是想耍赖是不是 你赶快把钱给我 这个模型只有今天发售 错过了就再也买不到了 你弄坏了它 居然还想跟我要钱 你想怎么着 等会我是不是得给你道歉 然后再赔偿你一笔精神损失费啊 我看你开这么好的车 你不会是干代价的吧 你给我下车 下车 开门 你弄坏了我的东西 等着赔偿吧 哎 哎 哎 喂 你别装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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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你那叫跑 放口 放口 放开我 你还踹我 娃娃大不坏 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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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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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娃� 一旦发病 我这边也能同步收到报警 其他的还和之前一样 随着指数的上升 过敏和呼吸困难的症状 会越来越严重 平时是绿色 一百以上是黄色 一千以上成色是会引起全身反应 超过两千就是红色 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 几分钟后 就结束了呗 不过这十五年来 还没有超过两千呢 罗伯尔 别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手表随时戴好 放心吧 这个手铐还挺好看的 我不会择 罗伯尔 这些年你一个人确实不容易 但是痊愈的事 也没办法着急 肢体接触障碍症 几乎超出了当今医学的认知范围 全世界也很难找到第二个类似的病例 第二个类似的病例 怎么搞一身伤回来啊 你别提了 我遇见个吃把王餐的你知道吗 他呢 他非说什么 我把他包装给弄坏了 我杨老板什么样的人啊 单单满分好评 阅历资深 经验丰富 我冰箱都带过过 我能给他那小破玩具给挂坏了 骗子 绝对是惯犯 他在那说话一套套的 以你这暴脾气 你是把人家就地正法了 我本来是抓住了 后来称为不留神跑了 不会吧 这个世界上 还有你杨老板都搞不定 骂不过的人 我以为只有你舅舅能治得了你 我是很娇弱的好吧 嗯 行 那请问一下 娇弱的杨小姐 你什么时候 能够结束你的离家出走冒险 赶紧回你那温暖的小朋友去呢 我不回去 我回去又要吵架 在我舅眼里 我做兼职就不算工作 我做爱啊都就是不入正义 就是你这个要去参加 七年创一大赛的这个台灯啊 你怎么说话呢 这是台灯吗 这是爱啊灯 有什么区别啊 爱啊灯它可是一对的 只要通过某种技术 一个人碰一个灯 另一个灯就会亮 这样啊 无论在世界上的哪一个地方 只要一个人想念对方的话 碰一下这个灯 他就会感受到他的想念 这才是爱啊灯 天哪 这太麻烦了吧 要是我想念一个人的话 那我直接打电话不就好了吗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吗 我 我怎么了 有的时候想念是说不出来的 反正跟你说你也听不懂 总之 我要是赢了青年创业大赛的第一名 我就可以当设计师了 我天天就可以做发明了 我拜托你要是得得奖 赶紧把你参废交一下好吗 你好 是杨杉杉吗 对 我是杨杉杉 非常抱歉 这次的IMU青年创业大赛被取消了 不好意思 大 大 大赛取消了 是的 马克思 生日快乐 在我心里 你包容大方 充满魅力 是这个家 不可或缺的一员 我的小可爱 生日快乐 许个愿吧 迈克斯 主任 第四层的雪花黑牛肉片 已经过了最佳保质期 请尽快处理 不愧是打败了五十几个冰箱 才来到我家的 够敬业 不过今天就不要聊工作了 我们来开派对 迈克斯 播放音乐 小辰 跳舞就交给你了 吹蜡烛 差点忘了 好 味道 跟我一起来收拉厨吧 一二三 迈克斯 生日快乐 我们可以表演一个杂技 你问我孤独吗 怎么可能 如果这个世界上最后只能活下一个人 那一定是我 我有一千零一种自娱自乐的办法 而且人与人之间 是需要安全距离的 我需要这种距离 更好地保护自己 陆总 已经安排好了 一个小时后开始测试 这样的小时 好 你个小偷 终于肯接电话了 我的项链是不是你拿了 在我起诉你之前 你最好立刻马上把它还给我 今天之内如果不把项链还回来的话 你就等着收法院的传票吧 陆总好 你好 陆总密码是6688 走 走 请请我 你好 我呢 我呢 爱的真 并不代表就能遇见那个对的人 你的出现就像 开了一盏灯 爱的神 不如爱的诚恳 你的玩具散寒冷 唤醒了每个 沉默清晨 没尝过孤独的滋味 也不曾感到伤悲 终于我 遇见了你 为你流过泪 也为你经历过狼狈 虽然痛苦一切都 已经无所谓 我想我做好了准备 永远陪在你周围 终于我 遇见了你 终于我 遇见了 最爱的你